《洛神富途》是东京画家顾凯芝的杰作 在现存的中国古代绘画中 它也被认为是第一幅改编自文学作品的画作 此画原作已不存 仅剩若干模本 较为古朴的版本是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宋模本 请问下列对顾凯芝《洛神富途》表现技法的描述 错误的是哪一项 选手 请 抢 答 杨锦文抢到 我选择A选项 因为曹植不是帝王 正确答案应该是 选项C 很遗憾 这道题你答错了 C的说法是错误的 因为在图中确实有蜡烛表示夜晚 但是画中没有出现圆圆 到目前为止这个洛神富图卷 几乎是中国历代绘画史上上古到中古时期的绘画的一个最重要的典范 那么洛神富图卷呢 它在这里面有几个是我们认为中国美术史上最重要的几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它的故事画有叙实性 这样的一个方式是在古代中国绘画丹夫绘画里面是很少有 它这个长卷 然后它像联合画 就是它不同的画面阶段会有不同的故事情节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它这个画呢 人物和景观 它是有特殊的处理 就是它是把后面的树 旁边的道具 以及波案积水的这个部分 它其实都是和人物产生了一个空间的组合 这个组合和现实自然中间的组合比例是不稳合的 这也是古代三十文化和人物化交替的时期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